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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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慶叔不開心 你不是應該在家裡陪他嗎? 你也知道 我還知道你現在不僅擔心慶叔 你還很擔心Eva 我真的有很多事情都想不通 越想越會轉牛角尖 多得罪 麻煩你 我知道Eva這次真的很難做 但假如證人不是我爸爸 管著你其他人 我是否會覺得沒問題? 不是 你這麼說真的已經質疑Eva的工作手法 上庭前那晚Eva送了一部手機給我爸爸 翌日她拿著這部手機去質疑我爸爸 那你真的說Eva送一部手機給你爸爸 是一個角色? 我不想這麼想 但Eva太要贏了,這個可能性很大 我勸你現在沒想到那麼多事情 等整個案子過了之後 你好好跟Eva說清楚 因為你現在越說 就越是當Eva有問題 你這樣做就已經對她很不公平了 怎麼樣?Ada 好,謝謝 本來明天輪到我代表法政部上庭作工 但是剛才Ada通知我 他收到律政署通知 明天過去全職在那邊上庭 你是這次案件的E.O. Except Beat Officer證物警員 是 你們警方運送證物有個說法 叫做Chain of Evidence證物鏈 你可以講解一下嗎? 證物鏈是指證物從案發現場 到開庭審訊整個過程 因為要確保證物得到妥善的保護 所以證物鏈越短 越少人接觸就會越安全 證物從離開案發現場開始 是如何受到警方的部門 首先,在案發現場 法證人員把找到的證物放進證物袋 加上封條,再編碼,然後簽名作辰 再把證物交給負責的E.O. 由E.O.親自運送回警署登記 再把證物送到化驗所 當法證人員化驗證物之後 會把證物帶回警署的證物室 到法庭需要用的 就由警署帶到法庭 你解釋得很詳盡 原來警方有一套很完善的程序 確保證物得到充分保護,不受污言 不過很可惜,說一套做一套 證人李展鋒沙展 你在運送證物的過程 這次案件的證物鏈已經斷了 翻查警方紀錄 你開車運送證物回警署的途中 竟然去了捉賊 我抓這個人 是這宗我主要的證人 他偷了Wincent E的錶 以我當時的推斷 他也是謀殺死者的疑犯之一 所以當我看到黃仲安 我就有必要第一時間去抓他 那你詳細說一下當時的情況 當時我開車 經過九龍城龍江的一個燈位 當時紅燈我就停了車 我的車就在賣線 所以我很自然就看了行人路 當時我看到黃仲安在報紙檔看雜誌 因為我看過黃仲安的照片 所以我認得是他 於是我就下車拘捕他 誰知他逃走我就追 去到那條後巷 我成功把黃仲安拘捕 那就是你離開了一輛車 而車裡面有本案很關鍵的證物 是不是? 我當時拘捕黃仲安之後 已經第一時間交交給附近 正在走避的夥記 然後就上車,來回只不過… 證人李展鋒沙子 你只需要回答我 有沒有離開過坐著本案證物的那輛車? 有 那你離開那輛車的時候 有沒有鎖好車門? 因為時間太緊迫 但我很肯定我是關了車門 你只是關了車門,沒有鎖到車門 你知不知道那些證物 對我當事人很重要嗎? 我知道那些證物很重要 但是拘捕黃仲安一樣重要 你身為當值已好 你的職責是要確保證物安全 不受污染 由案發現場送回去警署 但是你中途離開了那輛車 沒有鎖好車門 你可否保證 在你離開這輛車的期間 那些證物沒有被人接觸過 又或者在證物上 做了一些對我當事人不利的證據? 法官閣下,各位陪審員 懇請撤銷 由李展鋒沙子負責運送的一切證物 不可能成為呈堂證供 經過慎重考慮 李展鋒沙子負責運送的證物 未能確定不受污染 基於疑點利益歸於被告 批准辯方律師的要求 撤銷該批證物呈堂 必然,吃飯吧 快必然了,這兩分鐘是緊張關頭 濃郁我也吃不下了,你們先吃吧 必然而已,要不需要這樣? 你隨便吧,連天下降下來 他也不管了,走吧… 再見 Angelo,一起吃飯吧 不去了,說了一份報告 牛肉也吃不下了 再見… 看什麼這麼好笑? 不是看什麼好笑,是聽到你說話好笑 我說了什麼這麼好笑? 是龍肉也吃不下,不是牛肉 小妹妹 那個對 сто用,你叫我發瘋了 別再說那裡面的 別再說了 我吃不下 不吃飯 我早就叫我責面 我叫我責面 我的架子叫我責面 我叫我責面 不是我責面 我叫你責面 我叫我責面 我叫我責面 我叫你責面 小飛翔, 你搶了我的公仔 二千二百元, 你逼舊公仔回來? 你逼不了就當是省錢 這麼大人還在玩公仔 你知道什麼?這麼大人還在裝作 你下次弄傷腰骨, 沒人會幫你 痛死我也不會幫你 用不著這麼惡毒?我怎麼知道你在迫事 這麼厲害就賠給你, 好不好? 你一輩子賠不起, 第B 第B 來, 阿斯, 來了 寶哥, 阿斯剛才說你找我, 有什麼事? 沒有, 知道你在做報告每篇 打算叫你把昨天交通意外的資料 編了一份出來 不過你今早不是叫Kent幫你弄的嗎? 我怎麼敢叫他?吃完後回來 口黑、臉黑, 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逼不了他的公仔嘛 這麼可憐? 我更可憐, 我比他多一面屁 你別告訴我, 是你害得他逼不了的 我跟他說我會賠給他 不過他跟我說我一輩子都賠不起 我省了 你真的一輩子都賠不起了 這個神鬥時尊手對Kent很重要 而且還是獨一無二 金平總? 麻煩你, 你… 你好, 咪咪 你是小飛像嗎? 有問題嗎? 沒有… 你是要那個八百年版的神鬥時星秀 超合金公仔嘛 是呀… 謝謝 一口價, 三千二 你也很賺, 在網上必回來 只有二千二而已 轉手就賺成千日嗎? 心頭好東西沒厭貴的 你看看你不像玩開似的 你又說八十百元新的, 這麼舊? 周家文?明星簽名嗎? 你很明顯知道我不是玩開伸佬 小姐, 我沒有騙你的 公仔網上高必回來已經是這樣的 要是這樣的, 要一個全新的 加到五百, 八百年版再出過 加到五百元豈不是三千七? 你分明是先給我看舊的 然後替我收到新的 騙到五百元? 我知道你放很多貨上網賣的 我到時在留言書寫過負責 到時沒有人買你的東西的 你好, Mimi小姐, 你說的道理好 我這裡貨真價實 你要就要, 不要就算了 我不管, 這裡三千二 舊的不要, 我要新的 你不可以這樣 我可以救一個 是你了 老闆, 這裡有多少錢? 他在這裡認識的東西 周家文是你的初戀情人嗎? 什麼? 公仔的腳底是周家文 你瘋了嗎? 被人把初戀情人的名字 寫在腳底上 那為什麼要這麼緊張 買了舊公仔回來? 三千多元 看你這麼幫忙找了公仔 好吧, 告訴你一個故事 好的 在二十多年前 那些小朋友很喜歡玩 神鬥士聖獸這個七盒金公仔 有個小朋友 他明知道家裡很窮 但是他經常求… 求他爸爸買了這個公仔給他 終於有一天, 他放學回家 阿文仔 爸爸, 我放學了 之前你是不是很想要那個 鬥獸戰士? 神鬥士聖獸, 還要是超合金的 如果你真的有那個神鬥士聖獸 你會不會再多給心思讀書? 會 是此事好說, 要不然爸爸不讓你玩 爸爸, 你是不是買了神鬥士聖獸 快給我看 不要搶…喜歡嗎? 我不要這個, 舊的 還有個女孩子的名字 給我實施我, 我不要, 我要新的 那個名字 待會爸爸用沙膠幫你拆掉 寫這個名字好不好? 我不要 公仔很貴的 你這個小朋友也很不生性 我… 也是的, 不過很快我就知道後悔了 那晚半夜, 我被鐵打酒還沒提醒 於是我去客廳看 就看到我媽媽幫我爸爸出鐵打酒 原來我爸爸用來送貨的單車壞了 但是他沒拿去收利 他把這些錢用來買你的公仔送給我 後來弄得自己炒車, 還弄傷腰骨 你爸爸真是很疼你 他真的很疼我 整天死亡死底, 都是為了滿足我 希望我可以讀好些書 找到一份好工, 不像他那樣 我之所以這麼辛苦要找回這個公仔 我就是想他知道, 我又聽他說 我有好好讀書 進入了一間好好的中學 上一間好好的大學 還找到一份好好的工作 不過我想告訴他, 我已經完成了他的心願 你爸爸現在不是在這裡嗎? 他一定收到的 謝謝 我告訴你他的故事吧 好, 大概二十多年前 有個小女兒跟著他的家人 移民去紐約 但是他媽媽和爸爸經常都不在家 很忙很忙的 剩下一個小女兒在家一個人 很瘋狂的 不過很幸運 他有一隻小狗, 經常都陪著他 而這隻小狗就叫做Clark 就是Clark Kent的Clark 那就是Superman 你想Clark像Superman那樣保援你 Clark的很好 小女兒很不開心的時候 這隻小狗就會過去舔一口 哄回他, 捨回他 真的很好 但有一天, 那小女兒睡覺 忽然之間我聽到 Clark不斷吠, 很大聲… 吠, 他就… 瞎開眼睛, 就看見死四周都是煙 原來隔壁屋火燭, 燒到過來 小女兒很害怕, 是不是 跟Clark在那裡跑 全靠Clark 他才可以走出這個火牆 不過… 不過怎麼樣 我出去的時候, 他發現原來 Ana Clark跑不掉 火牆也有條柱 他真的是你的Superman 你哭嗎? 沒有了, 你笑嗎? 你覺得這個故事是真的嗎? 故事真的不是假的吧? 你真可愛 可愛?你頭髮很可愛 經常騙我的同情心 我想上次騙了這頓牛扒餐 這頓是我的 現在沒份了, 這一頓是AA的 只是喝了一杯凍檸檬茶而已 我請你又怎麼說 什麼一杯?起碼喝六杯吧 Ada 高Sir 我已經看過Win上庭的報告 對不起, Sir 這次我們是有疏忽 但是當時情況緊急 Win也是想第一時間抓到一個犯人 在那個情況下, 情向海源 我很明白 我只想你跟那些手足那些聲音 不要氣勒 我一定要完全支持他們 是, Sir, 謝謝, Sir 別給自己那麼大壓力 尤其是你 有空要放鬆一下才行 這樣吧, 我本來約了朋友 今晚看Chris Thomas說昨天演奏 是, 但他臨時沒空 你再讓我一起去放鬆一下 演奏今晚八點開始 警察 高Sir Win, 你找我嗎? 對, 你的電話關了, 飛去留言 伯母打電話過來 說叫我們今晚一起去吃飯 對, 抱歉 我今晚約了Win 一起去我媽媽那裡吃飯 我差點忘記了 我想我跟不上你去演奏 不要緊, 下次呢 總有機會 什麼?你真是好事, 這麼聰明 剛才認識我幫我撿山解圍 真是好事, 謝謝 什麼聰明? 伯母真的打過電話給我的 是嗎? 查我的電話吧 你什麼時候關機呢? 不過能幫到你也好 讓我可以將功補過好一點 別傻了, 剛才她說 全支持你, 你有空 叫我去裡面聰明 你們… 媽咪 媽咪 真是乖, 叫你做這番 真是做這番 你當然要Win不知道幫你做什麼 Win是好人嘛 一句好人就洗死人了 有餐好東西吃的 說得好就好像我比較好 你敢不敢爭 你熟不熟電腦? 我可以的 不過看看那部電腦 我不知道為什麼 拌進來很慢 好 還有, 洗手盆流水 廁所用的鎖子鬆鬆鬆 給我弄好它 如果飯前做不好飯後就行 沒問題 媽咪, 看來你要熬湯水才適合 準備了, 冰糖燉雪梨好不好? 好 起碼不叫得出好人 不會讓人口罵我 老婆 Rayman 對… 介紹你認識我的丈夫 Rayman 你好, 你好, Rayman 學生仔, 辛苦你了 不辛苦 坐… 坐… 我把湯給你喝完再開工 謝謝, 伯母 Uncle Rayman, 你是否過兩天才回來? 公司有個會, 臨時要開 所以就先回來 不過過兩天又要飛得過 Uncle Rayman是做衣服的 所以經常飛來飛去 Win, 你果然是做警察 又身形又大, 對了 我們公司最近代理了一件男裝 下次把衣服給你試試 不用客氣, 伯母 你是A大男朋友, 即是自己人 不是… 不知頭不知羅, 別亂說 有沒有關係? 不關係 原來我弄錯了, 真是不好意思 不要緊 你還笑嗎?你繼續做這份工作 就沒有男生喜歡你了 你再這樣找不到男生上來 我就經常煩著Win 你這樣也能入圍 A大的工作有什麼問題? 當然是大問題, 上班又不定時 經常吃完那些強姦犯、殺人犯 還跟黑社會打交道 粗粗魯魯, 有男生喜歡他才騎 若然他因為這份工作 而不喜歡我, 男生也很膚淺 不要也罷了 總之我們有時間 我就會幫我們的女兒 找多些信本給他 Uncle Rayman, 沒有男生, 女生都歡迎 你也對? 不是給我, 給他嘛 介紹好東西給Win 也好, 不過我經常跟強姦犯 罕匪、黑社會打交道 好發辣 好喝嗎? 好喝… 媽媽? Ada, 開完會了? 過來吧, 想拿花架煮粥絲雞 養贏又潤輝, 適合你喝 來… 媽媽煮多湯, 叫我回去喝就行了 好東西呢? 你拿手足的, 這叫分甘情味 對, 別喝一口味 真的…一起喝 還有, 我找你合不合你用, 看看 謝謝 Madam, 怎麼樣? 你喝湯吧, 媽媽, 我們進去看看 好, 慢慢喝吧 慢慢喝, 慢慢喝, 再見… 等著做事 做事… 好喝, 再見 Ada, 此地不宜久留 你說我嗎? 是呀, 你們同事喝湯疹的樣子 一個是喝到冰雪的聲音 一個喝完湯之後, 用手來拔嘴 一個是糟糕 掉了湯渣在椅上, 拉回來吃 只有那邊是正常一點的 糟糕了 我這個重災區, 你找不到好男孩 怎麼辦? 高Sir 這位是 這位是我媽媽, 她拿的照片給我 伯母 西九龍總區刑事總部 重案組總督察, 各位好 總督察 是呀, 你好… 我女兒時很大帽子, 請多多指教 Ada很聰明, 我要好幫得好 那就好了 對了, 不過Ada又會… 阿奇, 石膏Sir, 你找過什麼事? 我們南拉拔下個月十三號 有個優惠電話號碼 我想邀請你做我的伴侶 你南拉拔嗎?Ada女兒南拉拔 這麼巧合的? 我知道, 那你行不行? 我行 這麼早約定, 一定能安排到的 是呀 好, 那我們約定了 一遍老闆 不早就好了, 再見… 媽媽, 你怎麼幫我答應做她伴侶 她認錯了, 我認得她 她經常上過競盛 想不到她的親人童相機一樣這麼英俊 她辦公室在哪層? 樓上 你說是不是? 這裡是地獄, 上面是天堂 她堂堂總督察 在辦公室坐鎮, 不用衝鋒陷阵 又沒有損傷, 奇奇利利 有空靜靜上下鏡, 你有多好 女兒是好事, 你把心水碰上 讓她在地獄上打擾你手天堂 我寄予萬二斌的同情 不過我實在愛莫能座 看來我真的不可以介紹我爺爺 給你媽媽認識 Ada, 不跟你說了, 就這樣走 Stan, 很久沒見了 上次的舊生會聚會, 好嗎? 你不來就沒那麼好玩 我手上有個案子要做, 沒辦法 幹嘛?上來工作嗎? 你拿先前在酒店 拍攝院的小妹的資料 是呀, 我上次聽說有個社工會 跟進Apple的身後事, 那個就是你? 剛剛才在重案組約了師姐 一會兒去她家 幫她收拾幾件衣服 讓她可以出病的時候穿 我下午可以走開 我陪你一起過去 好 我看見Apple的照片 連手機也沒聊過 也不知道她喜歡什麼 看來她就很喜歡小狗了 你怎麼知道的?你看 她的杯子, 照片裡面的照片 還有桌上的玩偶 通通都是小狗 但這裡又沒有狗盤, 又沒有狗廁所 那就是她喜歡, 但沒有養狗 那就是我 這裡像是被狗咬過的 可能之前養過 多少人擔得染了一隻狗回來玩 玩染了之後就在街上劈 尤其是這些狗十後 更加是三分鐘熱度 你和我家裡拿藥油開門口 這些小妹就用K仔開門口 為什麼你一看就知道K仔? 我接觸了他的客戶 很多都是邊緣少年 這些東西見怪見熟的 這些K仔不是給人吃 是給狗吃的 給狗吃? 獸醫為什麼會開K仔? K仔也是綠安酮 是一種分離性的麻醉藥物 對人的副作用比較大 不過獸醫會用來麻醉動物用 就像狗仔手術前或打針前兩個小時 就會給牠們吃 那就是說Apple有養狗 好,那這隻狗在哪裡呢? 對,包藥在我們這裡開的 就是狗狗老虎,牠有肝癌症 情緒很不穩定 所以我們有需要開這隻麻醉藥給牠 那這隻狗呢? 老虎一個月前已經死了 牠主人Apple委託我們診所 一條龍服務,幫老虎火化 但到現在骨灰還沒來拿 Apple已經不在了 其實我是Apple的朋友 我想幫我做一點點事 你猜我可不可以拿狗仔的骨灰 拿安放好呢? 不過我們的規矩是要有相關的文件 或者授權信才可以領取骨灰 有個女孩又說是Apple的朋友 想領取骨灰,但我們也不讓牠拿 那個女孩有沒有說自己叫什麼名字? 是不是十八、九歲,長頭髮硬大大? 不過她沒說自己叫什麼名字 剛才離開的時候 連Apple走了也沒說 正話? 對,剛剛 我們應該聽主的 好,謝謝 然後,我們也會不會 而且我們應該也會不會 我們成功 你 figuring會不會 那個人 怎麼會不會 我們應該會不會 叫做人 怎麼會 我 快 我們應該會有 寶寶 Ada, 我看到寶寶 現在我跟著她的小巴進入元朗方向 收到, 我會跟著你的手機位置過來 我會開個應用程式的 麻煩就這裡 麻煩, 我想幫你的寶寶 寶寶, 我想幫你的寶寶 寶寶… 你瘋了嗎?追我九條街, 我沒氣了 你是什麼人? 我是普通人 不然我平時不吸煙, 不喝酒, 不拍丸 所以就健康一點 Madam, 你別冤枉我 沒有, 我跟Apple是好姐妹, 我沒殺她 那豈不是越叫你越走? 那晚你跟Apple一起跟著Wilson去酒店 你自己先走, 你沒管她 她出事了, 你還躲到元朗這麼遠 好姐妹還是你身有事? 我在背著寶寶, 我被人知道 我明天要進去蹲 而且我管她, 我自己也會有事 你會有什麼事? 整件事本來就是Wilson做的 她什麼身分? 大把錢, 什麼都可以 我把她拿出來, 我不行 那你離開酒店的時候 Apple的情況是怎樣的? 就很興奮, 跟Wilson在床上 那為什麼要先走? 別玩, 那就走吧 那條Wilson瘋了 你詳細一點說回當晚的情況 一開始我們很興奮, 一起酒店開房 接著我上廁所蹲下 出來的時候 我就看到Wilson押著Apple 整張K仔塞進去她的店 多吃點, 興奮我, 行嗎? 你幹什麼? 放手…我會死的 放開她, 她會死的 放手 八婆, 你走吧 別妨礙我們騙你 你是騙的嗎? Apple, 我走, 別玩了 不走?她不走, 你走吧, 八婆 走 要玩就自己玩吧 以後不走, 好嗎? 喝吧 快點喝 喝吧 我不應該留下她的 我應該把她拉走 我們翻查紀錄 你離開的時間是凌晨兩點半鐘 但之前有人看到Apple 想打開房門離開 但是被Wilson拉進房間 那時候我應該在廁所 是聽見一下很大的聲音 好像聽到Wilson和Apple 在外面吵過來 那你知不知道她在吵什麼? 好像是嫌Wilson粗魯, 說她是變態 我們看回閉路電視 那天你是揹著這個手袋的 你有沒有印象? 對, 我是揹著這個 那我的手袋現在在哪裡? 在哪裡? 你慢慢想清楚 那天你離開酒店之後去了哪裡? 就回家大覺睡 睡醒之後呢? 睡醒之後就去街上買煙 然後去茶餐廳喝了一杯奶茶 然後看新聞的時候 就看到Apple的死訊 然後很害怕就回家收拾東西走了 你那天換了一個背包一直到現在 那就是說手袋還不在你家? 應該是 那你換袋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多了其他東西 例如畫一個藥丸瓶? 藥丸瓶?沒有 按照你剛才所說的情況 我們懷疑當晚Wil生於 拼掉藥丸瓶之後 可能被你撿到手袋帶走 我不知道 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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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樽口胡道和直徑會完全吻合 接下來再看DNA和指引方的結果 你們今晚是嗎? 什麼? 去Big Bang Buy Happy Hour 好想法 寶哥,你怎麼樣?不用餘我 寶哥,你不去鬆一鬆嗎? 我兒子今晚在宿舍回來陪我吃飯 天王也請不動我了,你們自便 Pro Sir,Happy Hour怎麼樣? 我還沒鬆得住 我還要準備明天上去做些東西 不是,我們明天要看Pro Sir表演 對,明天是Pro Sir和Pro嫂對戰的 不知道,那又怎麼樣? Pro Sir是公司分明的 不是,大驚小怪 就是了,明天你下足精神 比身邊學習更好 就是了,Pro Sir一定會做的 漢方的新證供 是不是對我們很不利呢? 你說呢? 那個藥丸瓶 我不擔心那個藥丸瓶 我擔心的是Baby 他是重要的目擊證人 他的證供是否入到Wilson罪的關鍵? 是的 你幫我找Benny 知道 雲姐 你光顧那個靚嬸 他把冰鮮豬肉混在新鮮豬肉裡賣 你也是,街尾豬豬肉裡賣 我都說了這邊街市又不是我地頭 你自己買開買慣的,你自己買回來 我都說最近沒空 天天蹲在家裡叫做不空 別說你怕魚 你說什麼?我魚什麼? 現在叫你去街市買菜 不是叫你去八卦 那是嘛,我真的不知道你怕什麼 你這麼好打,人家要笑 也不敢在你面前笑 你知道我打得你還敢不敢說? 雲姐,不好意思,今晚弄到你這麼晚 不要緊,布先生,我走了 芬芬,再見,雲姨 再見,雲姨 再見 我送你 謝謝 雲姐,我走了 謝謝 再見 爸爸,一定是今晚的陽日煲燥火 吃個雪梨,讓人抓去 芬芬,你今天不是拍英文測驗嗎? 是嗎?拿來看看 你幹嘛這樣?測驗分很差嗎? 我拿一百分 那你拿一百分也不開心? 鮑威聰得九十八分,他生氣了我 他跟萬華小李一起不闖我 不跟我玩 男孩子之家那麼小器 算了,別跟他聊天 他叫他比說話告訴我 說我小器 不,我沒這個意思 爺爺,你別生氣了 不是,爺爺沒生氣 文文,我們進房去看功課 我知道這次是我不對 就算他怎麼銀我 我也不應該在文文面前發老闆 爺爺 爺爺,這不是說話你聽 沒有了,一次不忠,八次不勇 我免得猜他是何時真、何時假的 我都當他是奸 大家始終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你明天上庭 你看看他怎麼對你的枕邊人才說 法官閣下,由於本案是一個關鍵證物 一個莊有陸安棠 俗稱K仔的若婉俊找到 現在要求傳召法證專家出庭 辯方有沒有反對? 我反對,法官閣下 之前在庭上 基於證據證物的證物鏈斷了 閣下已經裁定本案找到的證物無效 現在這個若婉俊已經離開案發現場一段時間 極有可能受到污染 基於同樣的理據 懇請法官閣下 裁定這個若婉俊不能呈堂 證物是不是好像辯方律師所說 受到污染? 我們的法證專家會作出一個很公正的評估 所以懇請法官閣下 請批准傳召法證事務部 高級法染師部角洞出庭 本席批准,你可以傳召法證專家證人 傳證人,法證事務部 高級法染師,報角洞先生 報角洞先生,我是否可以叫你做普Sir? 可以 普Sir,你們法證有所謂 train of evidence,就是證物鏈 我想問這證物鏈 已經離開案發現場這麼久 為什麼你這麼肯定他的可信性? 這個藥丸俊在案發現場 被證人梁美娜,即Baby 無意中放進手袋帶走 他背著手袋 從酒店坐的士直接回到家 手袋一直放在他家的衣櫃裡面 直到警方進屋,打開衣櫃 拿出手袋,發覺手袋裡面的藥丸俊 由於Baby和本案的死者Apple一起住 在警方調查完他的身分之後 就把他們的家裡封鎖了 鎖匙也交由警方保管 雖然中間有很多部門的人 曾經上去做過事 但是全程都是由警方監管住 所以警方可以證明 沒有任何人曾經接觸 甚至打開過手袋 由警方封鎖的屋子 到關上的衣櫃,還有手袋 這個藥丸俊就好像放在 一個多重保護的保險箱裡面一樣 沒有被接觸,沒有受污染 所以根據我們的專業判斷 這個藥丸俊絕對可以作為呈堂證物 本席批准 警方在死者屋裡找到的藥丸俊 列為呈堂證物 專家證人,可以繼續作供 法官閣下,剛才呈上的 是法證部檢驗藥丸俊的報告 浦Sir,根據你的發言所得 這個藥丸俊和本案有什麼關係? 根據發言報告 這個藥丸俊的瓶口糊度 和死者口腔內上惡 呈下懸弧的傷痕是吻合的 而我們在瓶口和瓶身 找到的DNA和指紋 亦證實了是被告Vilson Yu 和死者Apple 同時我們在藥丸俊裡 驗出了死者的腿血液和口腔細胞 在藥丸俊身裡面和瓶口位置 找到有綠瓶銅成分的粉末 加上法醫報告的推斷 死者面下惡的手指乳痕 是由被告所造成的 由此可以推斷 死者當時是躺在床上 被被告由上而下壓住 再用手捏住他的臉下惡 抹大死者的嘴巴 再把一個將有綠安瞳的藥丸瓶 塞進死者的嘴裡 灌他吞下大量的綠安瞳而致死 根據你的檢驗結果 推斷我當事人 將藥丸瓶塞進死者的嘴裡 令死者被迫服食過兩個綠安瞳而致死 是不是? 是 請問你, 我剛才做了什麼動作? 你剛才拿起水杯, 喝了水嗎? 錯, 我沒有喝水 我只是拿起水杯做了一個喝水的動作 但我的杯裡根本一滴水都沒有 也就是說根據寶貞的推斷 只可以證明我當事人 有強行將藥丸瓶塞進死者的嘴裡 但不足以證明我當事人 強行逼死者服食過兩個綠安瞳而致死 事關沒有人知道 我藥丸瓶裡究竟有多少個軌子 兩顆? 一顆? 甚至是零 你同意嗎? 高級化驗師報告董先生 我不同意 請問理由 普通法是法律的法律 香港法律的基礎是普通法 普通法的法治模式 是承認規則的客觀性 即使大多數人不成文的做法、習慣 對錯黑白是普通法法例的基礎 一個行為意義是這樣 不單是我的估計 是來自普通法的基礎 是大多數人的做法 被告將藥丸瓶塞進死者的口行裡 他的行為意義就是逼死者 吞伏瓶裡的陸安瞳 法官閣下, 證人的解說 你已經脫離身為法證人員的專業範疇 我的專業絕對是必須基於 普通法的法律基礎 所以我的作工並沒有脫離我的專業 專家證人, 可以計劃作工 這麼說, 你剛才拿著這杯 放到嘴邊, 頭眉眉一啞 喉嚨有吞煙的動作 整套行為動作 在正常合理的情況下 杯裡一定有水或其他飲料 正常人才會做出一個飲水的動作 當然, 有人會拿起一個空杯假裝飲水 因為他們在演戲, 是一個演員 你剛才這樣做的行為意義 是刻意製造一個好像合乎常理 但其實是異於常人理解的假象 是企圖推翻事實的真相 在你的立場處境, 要否定我的推斷 這樣做, 其實可以說是很合理 不過, 我必須要強調 憑我基於普通法律基礎 而作出的專業判斷 被告將一個 將有大量陸安童的若婉樽 塞進死者的口裡, 逼他吞服 導致死者死亡 這個絕對是接近事實的正確判斷 沒問題了吧?周大座 法官閣下, 我沒什麼問 專家證人, 你可以離開 法官閣下, 請批准傳召新證人 梁美娜出庭作證 批准 法官閣下, 因為梁美娜未能出庭作證 要求押後再審 表演唱會 《閣下, 請批准》 寫詞 為了大家的處理 品牌, 嘲准 可以的話, 請給大家的故事 幫我當演唱會 美加木吉他 用實驗做推翻 沒流動偏差 應能沉迴還原狀態 我分析去拆解 真解釋理性共性之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